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哼 大家早 好久沒談政治了 唉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呢 從我開這個YouTube到現在 我最怕碰到我大姐 我們大姐再邊看 就我說 妹妹 有夠了齁 差不多就好 做人不能照相ignment 政治不是我們一手 我絕對 responded 重疊絕了還給我蔭 快點吃飯也給我蔭 就對了 這是第一行 啊 第一是 嗯 真的想要講的事情真的太多太多 頭腦這些思緒呢 嗯 整理不完整就對了 嗯 而且 我很怕說 各位好朋友 不然你如果沒說話就寵物 你會說這你就說過了 但是有一些我覺得 即使我講到寵物的 我也是要講到清楚 就對了 因為一些事情 有時候重複講 可能會大家會更清楚了解 我的想法還是 我認為台灣的未來 是什麼 怎麼 嗯 譬如說 我們來說藍綠 我在 這個 我在2015年呢 其實我們 旺報的 川普論壇 啊 第六屆 其實那天我就 進去講過了 就對了 台灣是怎麼分藍綠 嗯 我覺得 我呢 在現我以前喔 川普論壇在講的齁 嗯 嗯 其實很多內容我也想分享給大家 就對了 那都是我去寫的 就對了 不要這樣 特別如果要講一篇 我讓我寫一面告一 就對了 因為 你知道我煮的頭不夠 還要面煮的希望 寫出來 讓人看路 講路 讓人看路的感覺 就對了 齁 但是我現在在講這 那些youtube都是想我都說的 所以如果 比較雜亂 比較沒有 這個思緒比較不完整 請各位原諒 因為你叫我殺這個 才我來 來念的說 哇 那 那辛苦了 我沒辦法 開這個youtube 我先來講一下 藍綠 因為我講過 台灣的問題 就是 兩岸的問題 跟藍綠惡毒的問題 就這兩道 真正的道路 就對了 來 兩岸的問題 我講過就是 你如果給台北方放心 就對了 我們台灣人就安心 就對了 啊 啊 你說譬如說 外交的一塊一塊不去 就對了 這都也是兩岸的問題 啊 但是我今天先不談兩岸的問題 我先談了 不曉得 藍綠惡毒的問題 嗯 各位 藍綠怎麼分 其實這個話呢 我也問過 在台北方在國財辦 我也問 對他們的人 我也問過 不只問過一個 兩三個 我也問過 對 我問他們說 你們給我們台商 也好 跟台灣人也好 分藍綠 你們是怎麼分的 你們標準是怎麼分 對 其實齁 大家都說的 英雄 包括你們自己 現在自己想看看 藍綠是怎麼分 一個很難分的藍綠 導致今天藍綠惡毒 很奇怪 你們不覺得 台商我問的 他們怎麼回答 他們說 有的回答是 支持民進黨的就是你 支持國民黨就是藍 現在就笑死人 你不覺得 他們就不真了解我們台商人 就對了 我感覺 你如果這樣 你高雄市 你當初 韓國瑜在選 高雄市中的時候 你騎鞋子的人 他們認為自己是藍 你現在支持韓國瑜就變藍 你就變藍 其實不是 有的人就是說 本土意識太強的 就是你 你怎麼說 中國意識跟強的就是藍 這個 愛故鄉不對嗎 這個也不對吧 本土意識我絕對有吧 對不對 本來就說元老子 那一句 用罵了這樣 對 兩邊都不一定 欸 兩邊也都用罵了 你如果知道 我就說 嗯 最早以前 就是 台中也 很多人說 我就是 綠谷 藍皮 最早以前人說我這樣 為什麼說我綠谷 你說的就是 這麼多奔土 這麼多奔土 現在 開箱的差不多 差不多 對 這種人看的就是 就是想台灣人 這就是 可能 其實 如果他沒分 他就跟我們一隻 這樣 當然他沒說 跟你說出來 但是內心 有時候就跟你想 我都想 就是這樣 就對了 但是呢 我自己想 我都差一差你 我又不是國民黨 又不是民進黨 又又不是共產黨 就對了 你如果要說我自歲 我們所謂就說 我們是黨外 我們這個年下 還是說 比我還做年下 甚至年年一時就知道 以前那種 抬我那個感覺就對了 那些是民進黨還沒生命以前 我覺得 包括我們台灣人 我們在問 你是在那 還是怎樣的 有的人也說 噢 自己都說 我沒在關 紛蘭綠 其實大部分很多人 其實你問他 差不多 也很多人說 我就沒在紛蘭綠 我是支持人的 還是說我是支持台灣的未來的 也有很多人應該是 其實這個心態就是跟我一樣 所以呢 既然很難去分出蘭綠 我覺得 是蘭是綠呢 所謂的是蘭是綠 第一都是站在那 我常常說 我們人就是 站在地上 為自己在想 為自己想 都合理的 就對了 什麼自私 有一點自私 這是人性的光輝 對不對 不要自私到 傷害到別人 這個就不對 就對了 齁 己所不欲物施於人 對不對齁 你愛自己 愛自己的家庭 愛自己的故鄉 還要我們整個台灣 還要我們整個中國 還要我們整個中國 還要愛我們的地球 就對了 這都 這種 這種 越來越大 這都合理的 就對了 只是說 要怎麼愛法 可能 這個才是重點 我覺得 我們台灣也好 大陸也好 我覺得 應該就是說 當然 我個人看法 你跟台灣很難利用 你心裡 我們中國人 就對了 最大的機能 你要說 就是台獨而已 台獨 台獨 你是反獨 對不對 我們台灣 如果以中國美國憲法 也沒有那個獨立的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應該是 你如果要跟台灣分 你就分 分一下 獨與不獨 這樣就好了 是嗎 因為我個人認為 台灣人 真的內心的心態 認為是這麼要獨的人 沒罪 我試問 你台獨能 對台灣 我們台灣人 你站在 很誠實 務實 加現實的立場 來心 就對了 甚至你蔡英文 真的有這種想法 你要把他們告 就對了 對 我們兩千三百萬人 有什麼好處 就對了 而且你做得到嗎 就對了 不要只這樣 你用法 用民粹 什麼叫做 台灣的這種 尊嚴 還有什麼 義士 台灣義士 還好 說這個我們聽不懂 就對了 我覺得應該是 你 我也建議大陸 你把台灣分 讀到不讀的話 不讀 都是自己人 是不是 不讀 你說 啊 不讀也有一些叫做 讀台啊 讀台的心態是怎麼樣 台獨 依兩岸的憲法 本來這就是 犯罪 不對啦 就對了 但是我們台灣 自由民主 他有他的憲法 那也是我的事 但他中文明國的憲法 他台獨的憲法 本來就是 憲法來說 本來就是 不對 啊你如果說 獨台 獨台的心態是什麼 獨台 應該說的是 內心裡 不否定自己是中國的 但是呢 因為我怕 就是我常常 我常常 政府現在在說 但是台灣人的心態 這種就是 怕共產黨 我覺得 怕 這個 說出來 可能傷了自己的一些自尊 但是呢 有很多事情 其實是講出來 就是 兩岸走到吃來 有什麼事情 不能說 就對了 像台瘤的 我有時候 也跟他們建議 就是說 既然 你大陸 對台灣沒有惡意 你什麼 不能講 很多事情 你可以直接講 為什麼 一定要透過 國民黨講 對嗎 但是呢 我覺得這個也是 雙方面 心態 障礙的問題 就對了 跟我們大家 有時候 我怕共產黨 大家有的人 看不見 有什麼人說 怕要拚到會拚 你隨著講的 拚也要拚到哪裡 是不是 不要拚也要拚到 拚到一個目點 是不是 我是覺得 獨台的心態呢 嗯 就是怕共產黨怪 所以我一直在說 統一不代表統治 就對了 就是在吃 就是希望台灣人 讓這個心情放開 大家 慢慢來 真正的 躺開心胸的交流 對 其實從08年以後 大家雖然有在交流 但是有沒有把內心 真正的都拿出來 就對了 我覺得這種 互信基礎 是來自於 真的誠心誠意的交流 不要看不見 我想 互信 不要看不見 尤其我們 人民之間的這種 兩岸之間的 人民的交流 不要說 不要看不見 台東 來交流 對 對台東 我的呼籲 就是我在台東 看不見 如果要的話 我都可以拿出 資料 就是我以前 川普都難說的 還是在台東 有機會去台東說的 的資料 我想我只有一篇一篇 來 來講到給大家看 就對了 可能 那寫的 比較清楚 他們說有時候 經歷剛才這樣 有時候現在 反應不來比較好 你現在對我寫過 就說 我不會順了 就給他寫一篇 要寫多久 這自言自語 有時候也是 說我這麼奇怪的 我想 大家不要再分難綠 大家就是想 未來我們 台灣 要怎樣 包括 蔡總統 你現在要進行連任 你到時候 以前你發維持現狀 現在已經做不到了 那接著要怎麼辦 要把我帶去哪裡 是不是這些 通通講清楚 包括你韓國瑜 我在自己的韓國瑜 也是一樣 對 對 你的態度 到底是怎麼樣 不是只說 我拗就沒辦法 我拗就沒問題 大家也要負 是不是 我覺得就是 朋友要出來 甚至呢 我也希望韓國瑜跟我一樣 他也有呼籲說 不要分難綠 對 這說 稍微亂亂 其實內心真的有很多感觸 想要說出來 請大家原諒說不清楚 我再過來 頭腦思維再過來重新再過來 整理一下 再過來說 甚至我一直想想 無色覺醒這些 我都慢慢來講 一條一條來講 我當初怎麼想的 我們公司 一些 主筆 總主筆 還是一些 人應該比較有特價主的人 大家想想的 下傳這種 無色覺醒的 十大主張 雖然現在很多人 他反對他 但是我們可以一條一條的來講 說到一個十五分 政治公司當中 謝謝喔 掰掰